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在这个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 留下了很多的豪言壮语 很多让我们现在读起来 还是感觉热血澎湃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英雄的行为 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可以说这五句话是最能够代表 中国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气概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这句话有多少人知道他出自哪里呢 在汉朝的鼎盛时代 汉武帝奉行的是 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虽然说汉武帝的很多次征法 都是自卫反击 但是人若犯我,我必还之 这也是一种自信 而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虽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但是武力保障还是必须要有的 秦始皇即位之后 意欲统一六国 而当燕国危在旦夕的时候 荆轲为了报答太子丹的情谊 决定去刺杀秦始皇 虽然说最终刺杀秦王失败 但是这一句话更是体现出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畏强权的精神 说起名将 霍续并应该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 汉国的名将 在当时汉武帝更是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封霍续并为封郎居序 而且还为他建了豪宅 可是霍续并却说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短短的八个字却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奔向战场来保卫国家 但是最让人痛惜的是 霍续并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担心赵汉青 相信大家也应该都听说过这句话 当年文天祥被俘后做的这一首 《过灵丁阳》也成为了千古的绝唱 更是表现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 和舍生取义的人生观 这又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而到了近现代 我认为最能让我感触颇深的 应该是这一句话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句出自十二岁儿童的一句话 一直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少年 周恩来是新中国的首任总理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为了国家和人民 他鞠躬尽瘁 之后他在去日本留学的时候说过 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史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如他所愿 山河犹在国胜名赋 当年送你的十里长安街 如今已是十里繁华 这盛世是否如你所愿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